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1.4噸 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看今天七月十一号的公示晚间新闻 我是曹燕俊 基本首先我们来关心的话题是 前海基会董事长仲文灿 涉嫌在桃园市长任内收贿 地缘今天是第三度召开机压停 而经过了超过四小时的停讯 最后是裁定郑文灿积压境界 民营党联政会主委邱俊燕 则表示明天开始 郑文灿停权三年 而这起案件也被高度的关注 民众党团总赵黄国昌 是拿出了相关的公文 爆料说日前被积压的 台宿集团前顾问廖俊松 他涉嫌行回郑文灿 还找上了总统府陈勤 一路交办给行政院 经济部和内政部 要把农地划入国家重大经济建设 不过对于相关的指控 府院都严正驳斥 提前十五分钟 三度现身桃源地院 前海机会董事长郑文灿 面色凝重不乏一语 因为涉嫌在桃源市长任内 收贿一案 高院认定原省地院 忽略郑文灿的实质影响力 让检方第二度抗告成功 再开积压停 历经超过四小时停讯 最后地院跟裁 郑文灿积压境界 郑文灿律师强调 一定会提抗告 而司法侦办的同时 民众党团总招黄国昌 则拿出相关公文指控 目前被羁压的台塑集团 前顾问廖俊松 涉嫌行贿正文灿后 更直接找上总统府陈晴 一路交办给行政院 经济部内政部 要把农地划入国家重大经济建设 总统府那边下条子 行政院那时候的秘书长 卓龙汉也下条子 这一种从地方到中央 一条龙的服务 对此总统府发声明反驳 指出各界所提建言 总统府依陈旭 含砖给相关单位 行之有年 没有任何不法 并表示有任何违法市政 欢迎提出证据 交由司法研办 行政院也回籍 对抗文说故事的诬陷剧 感到不耻与遗憾 外界关切 郑文参案曾在现任北检检察长 王俊丽任陶检检检察长期间 两度签结历时七年 法务部次长徐西翔 腔调检察官依法办案 不会受到政治干预 证据到哪里就查到哪里 记者叶佩萱 陈柏玉台北桃园报导 中共航舰山东号近期 是县中西太平洋 引发了区域国家高度关注 而国防部上午是发布了 真获六十六架次攻击 这当中有五十六架次 是逾越了海峡中线 侵扰周边空域 助量创立来新高 而国军也罕见的 再公开了F16V 经由狙击手先进标定夹枪 标定歼十六的画面 总统赖清德强调 会持续的强化国防力量 加强和民主国家合作 中共升高对台威胁 中共航舰山东号突破第一道链 县中西太平洋 国军持续掌握其动态 十一号发布 真获共击六十六架次 其中有五十六架次 逾越海峡中线 侵扰北部 西南及东南空域 加上七艘军舰 配合山东号进行联训 国军严命掌握动态 也公开F16V 利用狙击手先进标定夹舱 锁定歼十六的画面 主府战机近期配合山东号航舰 执行远海长旁海空联训的一个情形 那么今天配合动态的公布 我们就有公布国军去监控 中共歼十六型机 以及轰六型机的一个状况 不只歼十六 中共轰六轰炸机的画面也曝光 这是继联合力舰 二零二四A演习后 国军再次公开攻击影像 未接解读 国军除了让国人安心 也向中共释出讯息 我方拥有强大监控能力 台湾会持续强化国防力量 加强跟民主国家的合作 共同维护区域的和平稳定 当他来执行对台的军事任务的时候 他的航舰打击群 在西太平洋位置 模拟巨制美军的航舰打击群 要来介入干预台海的战事 中共高达73军机舰 对台形成三方包夹态势 以及山东号在西太平洋活动 学者研判 中共以演待训 演练封锁台湾 也反制以美国为首的 环太平庸军演 反装甲武器 标枪飞弹划破夜空命中目标 国军九号到十二号 在屏东三军连续基地 进行联勇操演 照明弹照亮保力山 国军在夜间进行各式机枪 飞弹等武器的射击训练 在联用操演后即将登场的 是年度最重要的汉光四十号演习 将是历年最接近实战的一次演习 持续强化国军防卫能力 记者黄子杰 陈焕与陈鸿意 曲正俊评东报导 今天上午海巡树 监侦到了金门南面海域 有四艘中国海警船 分别同时接近四处 我国的限制水域外界线 所以就立刻派出了 四艘巡防艇来一对一 全程对应 搜证通联警告出离 直到中午十二点左右 四艘中国海警船都航出了 限制水域外 而这也是中国海警船 在七月份首次编队 侵扰金门水域 上午六点多 海巡就监侦到了 中国海警船 接近了限制水域 在七点左右 四艘中国海警船 分别是从廖罗的东方 东南 宅山南方和凤嘴南方海域 刻意航入到我国水域 海巡派了四艘巡防艇 一对一全程对应 虽然四艘的中国海警船 在九点多离开 但是到了十点左右 又再度的 侵扰金门的限制水域 所以巡防艇也再一次的 一对一监控 到了十二点左右 他们才全部都航出了 限制水域之外 又出现了食安事件了 在高耸有冷冻食品工厂 和食品行 是涉嫌低价收购 快要过期的冷藏肉 在冷冻一段时间之后 解冻并未造标蓄为 新鲜冷藏肉 贩售给多家餐饮业者 卫生局货报 和检方等单位 请网工厂 查获到了十一点四顿的 过期肉品 将会以食安法开罚 而检方也认定 业者是涉犯了虚伪 标示和诈欺罪 心仪重大 工厂内一箱箱肉品 堆得快比人高 高雄卫生局货报 某冷冻食品工厂 跟食品行 贩卖过期肉品 九号配合桥头地检署等单位 前往业者的人武工厂 击查 查获包含牛猪 击鸭额 共十一点四顿过期肉品 部分过期至少半年 甚至更久 据了解工厂跟食品行 由谢信负责人夫妻经营 他们低价向大盘商货屠宰厂 收购及其冷藏肉品 冷冻一段时间后再解冻 味噪标示以新鲜冷藏肉的价格 卖给下游厂商抹取暴力 但这些肉早就过期了 田门缓缓降下 员工低调不愿多谈 谢信夫妻经营的冷冻厂 跟食品行将过期肉 卖给高雄及外县市 多家餐饮业者 监方正全力清查 受害厂商及业者不乏所得 经检察官训问后 任谢信及灵性被告 均涉犯刑法第255条 第一项虚伪标示罪嫌 及同法第339条 第一项诈欺罪嫌 检方认定谢信负责人夫妻两 嫌疑重大但无羁押必要 让两人分别以40万跟20万元交保 卫生局也将持续追查 违规产品流向监督回收销毁 记者陈欢宇许正俊高雄报道 同样是食安的问题 有多位民众在台北南港的 鹅肉粥餐亭用餐 结果出现腹泻和发烧等症状就医 卫生局勒令店家停业 并前往稽查 不排除是因为天气太热了 鹅肉陈列在架上没有冰所导致 记者走访店家 业者表示在地经营已经44年了 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 目前还不了解是哪样的食材出了问题 会配合调查 也会赔偿顾客 被停业后 业者进行内部诊修 针对卫生局要求事项进行改善 业者还原当天就是坐在二楼九号桌的客人 用完餐后腹泻发烧 目前累计十一人送医 还在厘清问题食材到底是哪样 议者表示目前推估有可能是当天用南部直送的鹅肉 陈列在餐架上没有冰导致的问题 当天内用全满 几乎每桌都有点鹅肉 外送的鹅肉便当则有七十到八十个 北市卫生局表示 经查就业民众都有吃到烟熏鹅肉 咸水鹅肉 而到场鸡茶后发现餐厅有厨房瓦斯炉 汗臭烟机不解等诸多缺失 以要求业者改善 经过复查才可以复业 读物科医师严宗海表示 集体食物中毒的原因很多 有时候是食物保存不当 或是被环境污染 也可能是厨师生病 需要经过卫生单位进一步调查 才能厘清原因 记者下令箭台报道 跟人统计 目前在真审还有发监执行前逃亡 认检发布的通气人数 是超过了五万人 但其中包含了国保集团总裁朱国荣 前检察官景天博 都是弃保前逃 所以有立委就提案说法 希望可以增定弃保前逃罪 访问部表示 正任版本立平是半年送到地院 但信用的防逃机制 像是科技设备监控 这些成效都引发立委质疑 国保集团总裁朱国荣 涉及经济犯罪 在官司定验前 棄保五亿多元 偷渡潜逃海外 前总裁陈友豪涉及掏空案 也逃往中国多年 真的我有罪我回去换 同样潜逃出境 还有贵妇奈奈情侣 涉嫌非法吸睛上意 遇前高雄地检署检察官景天博 涉谈被判刑11年半 发监执行前棄保500万潜逃 只见不少被告放弃交保金逃亡 各党立委都关注 棄保潜逃的入罪进度 我们行政院还要排院会 院会通过这个草案 以后会嫌司法院 然后司法院也没有意见了 那我们就会送大院 我们希望在六个月 半年之内达到这个目标 司法真审阶段 一再有被告逃亡被通弃 官员更曝光 院检发布的通弃人数 检方侦查中和发监前 就有近五万人 法院审理后也超过六千人 朝野各政党相继提刑法修正草案 要新定棄保潜逃罪 法部强调行政院版本 立拼半年送立院 但修法防之外 现行防讨极致 成效也掀起讨论 我们使用科技监控的数字跟通弃犯增加的数字的比例真的是差距很远 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编了很多钱买了很多设备但是都没有用 因为法官觉得不用扣护照结果他已经偷渡出境 拿在国外拿着台湾的护照还到爬爬罩 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有吗 有立委质疑法部赤字千万 购置电子脚镣电子手环等大量科技监控设备 但官方统计目前只有五十多件被使用 设备明显遭闲置 也有立委建议 重新检讨护照促销程序 毕竟不从源头防范 就怕逃犯层出不穷 记者全关系陈一峰台北报道 苗栗后楼有一处山坡地被不法业者 轻到了三万立方公尺的营件剩余土石坊 天平了山谷 而堆置高度是达到十层楼 苗栗检察长是率队并和县府的相关局处手长 请网勘查搜索具体六人道案 而后续会厘清是否是集团事办案 来追究刑事和行政责任 山谷里面倒满了 营件剩余土石坊 堆置高达十层楼高 仔细看里头还有钢筋鱼混凝土块 苗栗地检署十一号会同苗栗县府官员 来到后龙镇一处山坡地的偷盗现场会刊 地检署检察长蔡宗希评估 滥到面积有两公顷以上 体积高达三万立方公尺 整个山坡地 山谷从山谷倒下来后 整个山坡地那边 至少有一半都已经被烂倒的 剩余土石坊和其他的沙土 里面掩盘掉一半的 检方表示 这处山坡地为私有地 今年二月到五月间 陆续遭到多个不法业者 清到营件剩余土石坊 追查多月后 在六月二十五号发动搜索 居提无性嫌犯等六人到案 讯后将无嫌一 违反废弃物清理法等罪嫌 向苗栗地院申请 积押进件获准 除估不法业者获利数千万元 牵涉多个地主是否知情人在厘清 除了行责 县府则要对农地没有农用 违反区域计划法开罚 农用地没有做农会使用 我们就移到地震处 依照区域计划法 非都市主地管制规则 去做处分 那区域计划法第21条 得处分六到三十万 你如果今天堆置地方不当 而且造成了环境卫生 就是如果要废弃清理法的 那个物管环境卫生 那个二十七条的行为法 检方以查扣挖土 机等相关证物 十二号将开挖了解 下方是否有掩埋 其他废弃物 并视情况采样 目前正在调查是否为集团 示范案操控获利 追查犯罪所得 并要求不法业者清运 恢复原状 遏止违法烂道之风 记者 苗栗达 苗栗报道 请政任会拍板 明年会拨出五十亿的公务预算 来落实百亿癌症新药基金 预估在二零二六年 达成百亿元的规模 除此之外 从明年开始 癌症筛检预算 也将会增加到六十八亿元 扩大子宫颈癌 大肠癌 乳癌 肺癌 胃癌的筛检 服务对象年龄 综艾性的竞选期间 提出健康台湾证件 如今先落实百亿癌症新药基金 十一号行政院上拍板通过 明年将先拨五十亿元 公务预算 预计在二零二六年 达成百亿元规模 政府规则成立癌症新药基金 逐年透过暂时性支付机制及专款的使用 缩短癌症新药给付时程 让癌有及早取得突破性的新药 并降低癌有的经济负担 公务预算五十亿来 益助健保基金里面的癌症新药暂时性支付 装款 那同时呢 我们也会订定相关的试用药品 另外卫福部指出 明年起癌症筛检预算将增加四十亿元 达到六十八亿元 并扩大筛检服务对象年龄 包括肺癌增列重度吸烟者 乳癌延伸为四十到七十四岁 子宫颈癌下修到二十五岁以上女性 同时在三十五四十五六十五岁 都会加入HPV检测 大肠癌改为四十五到七十四岁民众 与四十至四十四岁聚家族使者 胃癌也将扩大为全国四十五到七十四岁 行政院表示赖总统特别强调 期盼透过癌症治疗三件 也就是提升早期癌症筛检 聚焦基因检测与精准医疗 建立百亿癌症性药基金等政策 在二零三零年达到台湾癌症死亡人数 减少三分之一的目标 截篇陈伯玉 台北報導 台湾的器官移植手术是再创记录 台北荣总在今天发表 以无中生有分肝重肾的方式 成功的把成人的肾脏移植到儿童肝脏内的记录 而这项技术呢 是要分离肝脏 找出健康的肝静脉 再利用捐赠者的静脉 来制作延长通道 接下来和肾静脉进行吻合重建 最终是帮助了一名八岁儿童脱离洗肾人生 也创杀国内和亚洲首例 说起努力对抗病魔的宝贝女儿 妈妈忍不住哽咽 因为今年八岁的吴小妹妹 在两岁半时诊断出罕见的威尔母式肿瘤 两侧肾脏被切除 从此开始洗肾 还因为感染问题 频繁进出医院 直到今年四月 吴小妹妹幸运获得大爱捐胜 种在她的肝脏内 才终于让她脱离洗肾人生 医疗团队表示 吴小妹妹腹腔内 只有肝脏内一小段静脉 是健康血管 其余都不堪使用 因此团队将她的肝脏分开 找到健康血管重建 再将捐赠者身上取得的静脉 制作一段延长嫁接的通道 在与肾脏与肾脊迈进行吻合重建 历经十二小时马拉松手术 才终于成功将成人肾脏 移植于低体重儿童的肝脏内 她肚子在做过太多次的手术 肚子里面沾黏 居然是这么的严重 开进去的话 是完全都找不到任何路 但是我已经下定决心了 所以就没有任何的回头路 就一路做下去 医疗团队表示 这项艰巨的器官移植手术 目前仅有美国曾经施行过两例 本案例因为全球第三例 国内及亚洲第一例 因此借此呼吁末期肾脏病童 不要错过肾脏移植 关键期 同时感谢无私的大爱捐赠者 让肾脏末期病童 有机会重拾健康人生 记者 考试院和行政院是通过了 公务人员协会法的部分条文修正草案 开放警察还有消防员等公务人员 可以组成专属的特种协会 对 但是对于会影响到国防 和公共安全的情况 不列入到协商事项 但是警消等团体认为 这还是没有回应到基层 渴望组工会的诉求 包括明阳大火等的重大火灾 造成消防员殉职 消防员疾呼 希望能组成公会 表达诉求 不过考量公务人员请勿 涉及公共安全等因素 考试院和行政院讨论后 共同通过公务人员协会法的部分条文 修正草案 开放警察等公务人员 可以分别组成专属的特种协会 还下修协会成立门槛 并且放官协会的协商事项 对于诸以影响国防 以及公共安全的情况 这不列入协商事项 本次修法主要是为了提供 公务人员结设权益 完善制度及保障 让公务人员协会 充分发挥积极性的功能 促进公务部门劳动关系的和谐 公务员就是担负公共任务 跟这个公务安全的部分 如果说公务员罢工 其实会造成很大的不安 在历次我们也都表达 希望在协会法上面 来加强公务同仁 对他们的权益保障的需求 草案再度调降现行机关协会 成立门槛 由800人降为300人 增定的社总协会为300人 中央三级机关协会 则是150人 同时增定一级单位主管以上人员 不得组织加入协会 强化会务自主 虽然政府力推公务人员协会法 不过警销等团体认为协会法修正草案 还是背离基层可望组工会的诉求 而且像是劳动协商等的工会法 基本功能都没有 完全无法接受 会持续争取组织工会的可能性 记得陈安新 谢其文台的报道 国民党和民众党立委 是提案要让工粮的收购价格 每公斤至少提高八元和五元 农业部长陈俊济 对此说明指示 国内的稻米呢 已经是生产过量过剩了 如果再调高工粮的价格 支出会增加超过一百亿 而且会造成农民抢种 稻米品质下降 量价波动 还有影响农民收入等负面受过 国民民众粮党立委 认为工粮收购价格 长达13年未调涨 但央苗农药肥料等价格均上涨 农民耕作成本增加 因此提案提高工粮收购价格 每公斤至少八元与五元 农业部长陈俊济出面表示反对 指出稻米供过于求 提高价格恐怕造成抢种 导致价跌 物价波动 对农民没好处 只提高了工粮的时候 对这些全部绞交民粮的 是一点帮助都没有 对他的稻农的收益 完全没有 没有任何的一个注意 每年要至少要增加 一百一十三亿 农业部举例 2011年调涨工粮价格 市场米价每公斤涨三元 而2022年工粮收购量暴增 粮价跌到十年新低 不过实际问地方农会 多私下表示农民希望调涨 因为生产成本已经大增 后币区农会则说 理解工粮嫁洋 很可能带动产业链 像是殃苗涨价 会先观察农业部推出的政策 为了确保农民收益 农业部针对两期不重道转座 会加码奖励 另外还推出相关策略 包括精进稻米产销器座集团产区 种植特色米提高价格 加强推动转种汗做杂粮 疏解用水压力 另外农民如果种植优质稻米 会提高其收入保险的目标价格 记者谢正麟 林静梅朋友组台北报导 国会职权搜法的事件案 宪法法庭是在昨天 针对战时处分召开了准备程序 但是国民党在今天就质疑了 说全案从受理到开庭 整个程序不对等 准备时间不足 还质疑大法官早有新政 但是民进党就反击 说两兆的事前准备时间相同 抨击蓝白两党开庭长不好 现在又侮辱大法官 国会职权修法 各政党与中央机关派代表 在宪法法庭针对战时处分 展开激烈交锋 这场视线前哨战 准备程序才落幕 如今战线再延长 蓝绿两党十一号持续隔空交互 右手边的席座位上面 他们前面两排是坐满的 而我们却只有六位 我们一个机关 要面对四个机关的围殴 国民党用前瞻条例举例 控诉以前申请示线 大法官会议拖了八个月 才裁定不受理 这次不仅货书处理 准备时间也不足 更质疑大法官早有行政 做提问开庭指示 大法官在问的时候 答也答不出来 有机会让你讲不好好讲 然后回到立法院来 开始就想要斗凑大法官 蓝白的机关代表 不断地跟大法官去说 我们这个法案 没有极客的危险 今天我们经济委员会 就大剌剌的 直接把极客危险上演 民进党反击事前准备时间 两遭都相同 国民党说辞 匪夷所思 也拿超私鸡丹案当例子 强调检调 尚在侦办 按照修法内容 不得行是调查权 但蓝白两党 却抢势成立调查小组 只见暂时处分 何时裁决尚未公布 国会职权修法实现 将在八月六号召开 言辞辩论 立法院九月开议 但在结果出来前 朝野存枪舍战 战火延烧 记者 存款宣传立峰 台北报道 近期午后 时长降下大雷雨 在台北内湖的行善社宅 昨天是发生积水的情况 有住户就投诉 一楼庭院积水 还有人家中的阳台排水孔 出现油水倒灌的情况 导致家中淹水 读法局回应 因为近期的食雨量 有超过设计雨量的情况 所以未来会再检讨改善 庭院积水看起来就像条小河 台北市内湖行善社宅 有住户抱怨 十号午后大雨 想要出门 却发现一楼积水 还有住户投诉 家中阳台排水孔的水稻罐 还淹进家里面 明代表示 至少接获三件陈情 批评号称智慧社宅 却连基础的排水设施 都出现问题 读法局回应 目前只接获一户反应 无法自行处理 阳台大雨积水问题 误管随后有协助排除状况 会安排会刊 该户阳台 跟一楼庭院的排水设施 但也强调 设宅排水 都有依照相关规范设计 但近期食雨量 有超过设计雨量的情况 未来会检讨改善 工作人员拿着扫把拼命扫水 新盖的台北市第二殡仪館 长管新大楼十号也因为大雨 出现积水 不过殡葬处指出 事后检视排水系统运作正常 没有堵塞 研液增设防雨卷帘 跟排水管线 加强排水效率 记者恩荣张明如台北报导 近年来有不少的行业 都面临到了缺工困境 不过在云林湖尾 有一间七十年以上的食品厂 会回聘退休员工 经由作业中心的协助 导入职务再设计资源 来改善工作设备 提供作业辅助 减缓员工的负重压力 让公司里面的中高龄 还有高龄的员工 可以持续作业 这是在减少人员流动同时 也能够缓解缺工危机 食品厂员工忙着进行包装工作 已经七十八岁的高正堂 十八岁就来到这间云林 湖尾老字号食品厂工作 达到退休年纪后 他选择持续留在食品厂工作 希望能够活到老 做到老 还有八二三岁的陈叶美云 他六年前才来到食品厂工作 是这间公司最高龄的员工 要不然家里都没有人 我家里他没上班 他剩下我一个 他就来这边还可以 我们这边大约 大约在四层左右 就中高龄 传统产业 他们一直都很有兴趣 所以说他们 虽然说他们戒零了 但是他们还不想退休 那我们也很希望他们一直在留在这边 食品厂表示 近年各行各业都有缺工现象 为了减少员工流动 他们雇用退休员工 厂内三十四名员工中 有十四名中高龄 但他们常年累积工作经验 都是公司的重要资产 虎伟就业中心表示 云林县内还有许多座毛巾 豆皮等传产工厂 就业中心能协助导入植物 在设计资源改善工作设备 提供就业辅具 减缓员工负重压力 在能力范围内 让高龄员工持续就业 多少能化解缺工现象 记者王威雄云林报道 北约峰会发表联合宣言 成员国同意让乌克兰加入北约 还将提供包含战机在内的多项援助 而且在宣言中还指出了 莫斯科是对北约安全最重大 直接的威胁 而中国是俄方侵略乌克兰的关键支持者 与此同时日韩纽澳等印太四国也首度加入北约联合宣言 来因应中国的安全威胁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第75届峰会在华府举行 会员国在联合宣言一致承诺支持乌克兰在未来 时机成熟时刻加入北约 强调乌克兰的未来在北约 联合宣言还指出莫斯科仍然是对北约安全最重大直接的威胁 且中国是俄方入侵乌克兰的关键支持者 联合宣言也首次纳入日韩纽澳等印太四国 因应中国带来的安全挑战 北约秘书长史托腾伯格强调 对乌克兰的支持不是做慈善 而是符合自身安全利益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证实 美国制的F16战机正从丹麦跟荷兰转移到乌克兰 今年夏天就会飞翔在乌克兰上空 拜登则是展现领导力 强调北约有能力 且一定会捍卫每一寸领土 获邀参与峰会的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也展开密集外交拜会 他会见美国参众两院领袖舒默跟麦康纳 颁发奖章 感谢他们协助国会通过对乌克兰 1750亿美元的援助 也会见了刚上任的英国首相施凯尔 获得政府改变支持不变的承诺 公日新闻是会中编译 由以色列学者发布了最新研究 是以野生的埃及果福为对象 介入他们在侦测环境和族群互动时 大脑中的海马回神经细胞讯号 希望可以从中更进一步的延伸出来 了解人脑 而目标呢是要在未来可以成为治疗阿斯海默症等脑部疾病的参考 乌兰诺夫斯基教授带领的团队 在野外以帐篷搭建了人工蝙蝠巢穴 然后把几十只的野生埃及果福 按照性别平均分组 每只小蝙蝠都带上了电子仪器 用来记录大脑中处理空间侦测 社会互动等复杂讯息的海马回 在蝙蝠的社群生活中所收发的讯息 属于夜行性动物的蝙蝠 要在黑暗中准确侦测周遭的空间 靠的就是收发讯号 并且处理复杂资讯 来了解自己在空间中的相对位置 就像飞机的雷达一样 借着近年来日益发达的机器学习 也就是人工智慧AI当中的一个类别 研究团队把收集到的资讯 做系统性整理 以深入了解蝙蝠的脑细胞 如何处理来自环境的讯号 学者指出蝙蝠与人类同属于普五类动物 对蝙蝠的脑部运作方式知道越多 就越有助于了解人类脑部的运作 研究团队希望这些研究成果 对于日后研究如何治疗阿兹海默症等等 与脑部受损有关的疾病 能发挥一定的作用 公式新闻徐家人编译 巴黎奥运将会在26号登场 日估这届赛事会吸引到 1500万名的游客来参与 而被防茂的奥运周边商品 还有高档奢侈品是成为了不肖商人的财路 大国警方在近期是强化了打击宝帽品力道 至少销毁六万三千件的宝帽服饰 鞋子和名牌包并逮捕了10人 商店护架上是各式各样巴黎奥运 吉祥物福利级的模型玩偶 距离巴黎奥运开幕剩下不到两个星期 包括服饰 鞋子 包包等 奥运相关周边商品的商机相当巨大 从4月开始就有仿冒业者 仿造相关的商品销售牟利 为了避免奥运游客买到仿制商品 法国警方也联合业者展开大规模 打击山寨商品的行动 这场警方打击仿冒商品的行动 还突击了巴黎郊区的跳蚤市场 在30名品牌业者代表的陪同下 鉴定商品的真伪 目前已经销毁至少6万3千件 仿冒服饰 鞋子 跟名牌包包 装补了10名销售仿冒品的嫌犯 根据欧洲智慧财产局数据显示 更加强烈的行动 例如防御兵器 民主兵器 民主兵器 等等 根据欧洲智慧财产局数据显示 光是在2018年到2021年间 法国企业因为仿冒商品损失了17亿欧元 约台币598亿7千多万的营收 而根据今年6月数据显示 法国海关在2023年一共查获了 2050万件的仿冒品 比2022年查获的1150万件增加了78% 随着奥运接近开幕日期 涌入法国观光的游客也越来越多 为了便利奥运选手志工跟记者移动 法国奥委会也将从24号开始提供900多辆巴士 在奥运赛事期间一星期七天 每天24小时不分昼夜提供服务 公认信任持生扁议 台湾蝶王冠宏在五月底发生了第三次药检卫道 恐怕被竞赛的情况 体育署回应国际禁药组织 接受了中华运动禁药防治基金会的第三次药检 不成立决议 所以他还是可以参加奥运的 王冠宏说在冬奥的时候自己才十九岁 面对比赛会比奏扶奏 这一次会专注在自身 做到更好的准备 希望可以游进冬奥没有达成的前八目标 全大运后到欧洲以赛代训前 王冠宏保持练习节奏 由于流感才痊愈没多久 训练量没拉到很大 王冠宏苦笑说 这两年每到比赛前就感冒 如何提升免疫力成为当务之急 毕竟奥运逼近身体健康很重要 教练黄志勇认为 其实王冠宏在全大运的表现 爆发力和速度比之前更好 速耐力因为生病 并不弱去年亚运和市井赛 两百叠是属于比较耐力型的项目 他有两分钟 然后后段最后一个五十 往往是比赛的关键 所以我们接下来这段训练 主要是他的配速 然后还有他的耐力的加强 最后从此重点 就在配速和耐力强化 除了以赛代训 奥运前一个月再到香港移训 而上届冬奥时才十九岁 王冠宏自评面对比赛 比较浮躁亦受影响 这次会专注在自己身上 因为旁边的选手速度可能比较快 我会有点想要跟上去的感觉 然后我觉得这次就比较不一样 是我更专注在于我自己 然后我清楚知道 我在哪个时候要充斥 我哪的时候要保持我自己的配速 所以我觉得这段时间 有做到更好的准备 经过这三年之后 他的整个生理状况 他也比以前更强壮 然后心理部分 当然他一定会越来越成熟 因为他在大学这几年 也在学科方面 也学到一些专业的一些知识 我想他在今年的巴黎奥运 是我们是有所期待的 冬奥设下游进决赛的目标 最终在两百叠以第十三名作收 前进花都王冠宏 不给自己设下特定秒数 或实职名次 尽全力去游进八强 我想对我自己说 其实就是专注于自己 然后放手一搏 然后不留遗憾 记者李小慧 沈志明台北采访报道 今年有许多县市的正式教师录取名额增加 流浪教师减少 还有老师就选择直接转换跑道 让不少学校出现代理教师难寻的困扰 因此有学校就招聘了十几次都没有找到人 像是在台南和高雄也有类似的情况发生 所以有学校就提早办理代理教师的征选 老师在课堂上认真讲解 校园内除了正式教师 领终点费的代课教师 还有领月薪的代理教师 今年不少县市教师征选名额增加 流浪教师变少 也有许多人选择不当老师 让不少学校招聘不到代理教师 台南高雄甚至有学校提早启动代理教师征选 当然代理老师的福利就比较没有像正式老师那么好 因为代理教师永远都薪水都在最低嘛 他就是没有跳心 像是这位林老师累计十年教学资历 今年参加正式教师征选等放榜 确认考上就会离开学校 代理教师难寻的状况 在偏远学校或特定科目教师身上更严重 有的学校招聘超过十次还找不到人 偏乡地区可能那边大学生有的不见得会回乡 所以他们在招的时候 可能就可能到了十几招之后 有时候状况还真的蛮惨的 为了确保各校能够及早来招考代语老师 国小教师征选已经比去年 更提早两个礼拜来办理 台南市提早办理国小教师征选 让各校有更充裕的准备时间 全国教育产业总工会则认为 代理教师与正式教师同工不同筹 若又碰上教学环境不优 对代理教师尊重度不高 就会降低参与征选的意愿 尤其代理教师也有县市区域的喜好 更容易造成山区或偏远地区 找不到代理教师 建议让老师有机会转正 或提供更好的薪资条件 才能减少这种状况 记者王廷 孟昭全高雄台南报导 观光署统计 今年四月的国际观光客 和三月相比是大减了二十万人 其中是以日本减少六万五千一百六十九人 在零四零三强震过后 花莲的经济和观光都严重的受创 为了要振兴内需的经济 政府是在线内的公司有市场 推出了市集加倍券 让民众可以用现金一百元 来兑换面额两百元的消费 希望可以提升市场买气 这里是花莲市的重庆市场 以往在中午以前 人挤人的热闹景象不在 摊贩的叫卖声也变得稀疏 就连最热闹的黄昏市场也一样 正后三个月过去了 还是无法恢复网日荣景 正后花莲的经济 整体陷入窘困 因此县府除了编列十亿元 要发振兴券之外 另外在针对公司有市场 推出加倍券方案 让民众用一百元兑换两百元的面额 在市场消费 市场加倍券的发放 让摊商看到希望 不过也有民众认为 一百元换两百元太少 更希望不要限制使用时间 现普强调市级加倍券 每人每日每市场限兑换一次 而且活动不分年龄和国籍 皆可以参与兑换市场加倍券 因为正后不只冲击到国旅 也影响到了国际观光客 根据观光署统计 四月份整体国际观光客 比三月大减了二十万人 其中以日本减少六万五千一百六九人最多 其次是港澳 今年到四月累计两百六十六万 国际观光客来台 能保达成观光署千万观光客的目标 仍有努力空间 记者温家凯花莲报道 在台中有一位从事野生动物保育员的 游先生 在工作当中 手指不顺被眼镜蛇给咬伤送音 经过了超音波和电脑辅助评分系统 精准的研判 要及时以轻创手术来介入治疗 最后是成功的保住手指 愿望同静 引进了这一套系统之后 成功让患者的轻创次数减半 免于截肢风险 眼镜蛇身体昂起成功级姿势 游先生拿出蛇钩捕捉 他从事野生动物保育员 日前却不慎在工作中 被眼镜蛇咬伤右手食指 伤口开始出现灼热感与肿胀疼痛 赶紧送往台中荣总注射血清 以往蛇毒治疗 需要住院观察三到五天 皮肤出现坏死时 才会展开轻创 手指脚趾常常面临截肢风险 但台中荣总自创利用超音波评估 结合电脑辅助评分系统 判断患者咬伤部位 肿胀程度与系统性症状 在游先生入院后九小时就研判 及时以轻创手术介入治疗 让他保住手指 并且在一个月后完全复原 预期这个病患是必须要接受手术 还要经过这个计算之后 其实我们统计起来 从过去眼镜蛇咬 平均的轻创次数大概是四次 到执行这个创新方法 平均轻创的手术 已经下降到两次 就是至少减低一半 根据卫福部健保资料库统计 台湾每年被蛇咬伤 约有三千八百多人 这样的电脑辅助评分系统 有助于让患者轻创手术次数减半 二零一九年至今 已治愈二十例蛇伤民众 院方也提醒被蛇咬伤时 应记得拍下蛇的照片 解除患部戒指手表等视频 并尽速就医治疗 记者杨明方龙涛台中报道 终止富邦汉将以壮元签 选进了旅美好手张玉成 在今天举办了加盟记者会 囚团公布是三点五年 总值九千两百五十万的 负数年合约 创下终止史上的最大张合约记录 而张玉成的背号是九十九号 同时他也强调说 已经百分百准备好了 明天会在新庄主场出赛 穿上汉将九十九号球衣 张玉成正式加盟富邦汉将 球团展现最大诚意 提供三点五年 总值九千两百五十万元的合约 刷新有江绍庆保有的中值最大合约记录 张玉成平均月薪两百二十万 超越林志胜二零一六转到中信兄弟的一百二十万月薪 成为中值三十五年最大合约最高月薪的球员 身体已百分百准备好了 张玉成说身体健康帮助球队赢球就是目标 而原本想穿十八号是学弟黄保罗的背号 于是选择九十九号 除了致敬法官Aaron Judge 更因九加九是国家队的十八号 听到自己的应援曲 张玉成认为比经典赛还要震撼 十二日周五的新庄主场首战 上场听到就会fighting 至于想打的棒次哪一棒都一样 只要能每天上场就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安 今天各地都是典型夏季的天气形态 中午前后比较热 午后有些地方有雷震雨出现 明天天气和今天相当类似 我们从卫星云图上面 可以看到在臺灣附近 云量上都是相当稀少的 这是太平洋高压势力所在的范围 我们预计明天 我们还是在太平洋高压影响底下 所以天气和今天会相当的雷同 另外在台湾的南方 也就是南海跟菲律宾东方海面 已经可以看到有一些云系正在发展 下礼拜有一些地气压 会从这边发展出来 不过因为太平洋高压还是相当的强 所以我们预期这些地压 主要都还是在南方活动 离台湾是比较远的 所以明天台湾这边 还是典型夏季的天气形态 各地都是高温炎热 不过因为吹西南风的关系 所以清晨到上午在中南部的沿海 会有些零星的震雨出现 雨量不大 主要的降雨 预计会是在明天的中午过后 我们从图上可以看到 包括了山区 大台北宜兰跟花莲 都容易有午后雷震雨出现 尤其在靠近山区的地方 还是会有局部比较大的雨势出现 提醒大家要特别注意 另外一个要注意的就是温度的部分了 明天各地的高温普遍都来到33度以上 有些地方会来到35、36度 其中台东因为有焚风发生 不排除有三十八度左右的高温 所以提醒大家明天外出活动 防晒多补充水分 另外午后雷雨也是提醒大家要留意 天气的变化 沿海有些较強的阵风 提醒大家注意 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明天太平洋高压稍弱 环境偏新南风 各地上半天是高温炎热 而午后各山区 大台北还有宜兰地区容易会有局部大雨 接下来提供您各地的气象资讯 北部是26度到36度 中部是26度到36度 南部是26度到36度 东部是27度到35度 外岛是28度到33度 来关心明天的空气品质指标 北部是普通等级 中南部地区都设量好等级 以兰花东还有外岛 全部都是良好等级 跟您收看 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请不吝点赞 转发 Turks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